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丰富的饮食加重了血脂升高的危险 血脂不断升高达到高血脂的地步 容易发生动脉周样硬化 脑血栓甚至是心梗等严重问题 那么想要让血脂降下来 除了正常的吃药治疗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能达到降血脂的目的呢 其实喝茶是高血脂的天敌 能起到抑制高血脂的作用 哪些茶能够降血脂呢 下面就给您介绍三种降脂茶 一 荞麦茶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喝苦荞茶的习惯 荞麦中含有烟酸和芸香肝 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的作用 而且苦荞茶中铁的含量较高 铁能够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 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酶的生成 有利于降低血清胆固醇 可以辅助治疗高血脂 二 槐花茶 槐花茶虽然不是茶 但是泡水之后可以代茶饮用 槐花胃苦微寒 具有清热泄火 凉血止血等作用 而且槐花茶还具有降血压降血脂的功效 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除了直接泡水 还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绿茶 或者是搭配枸杞泡茶饮用 同样有很好的降血压降血脂的功效 三 普尔茶 任何茶叶中都含有能够抑制高血压的成分 但是想要起到一定降汁的效果 可以选择普尔茶 普尔茶含有非常丰富的抗血脂物质 降汁效果相对于其他茶叶较好 时常饮用对高血脂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高血脂一直都是现代人常见的问题 喝茶虽然对高血脂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只能作为治疗的辅助食物 有较重的高血脂患者 还是需要遵循